高雄市政府联手超商业者完成湾市38BOT案签约 这是高雄市首建公有市场用地BOT开发案例 那么业者预计要投资7亿元 将原市场用地打造成为复合式的购物商场以及停车场 要带动北高雄荣总商圈的繁华发展 在副市长罗达森的见证下 新发局长廖太祥代表市府 与统一超商完成签约 即将攜手推动湾市38BOT案 湾市38BOT案是高雄市首建公有市场用地的BOT开发案 基地位在全台第一大礼福山里 近邻高雄荣总 统一超商预计投资7亿元 新建复合式购物商场及停车场 渴望带动荣总周边社区多元生活及商业服务 等到我们的这个营运的时候 正是用这样的一个面貌来展现 让我们整个福山里或是我们整个组园区 我们的消费者可以有一个更好 更优质的一个购物休闲的一个环境 包括很多好的一个停车的设计 让这个地方发挥它应该有的土地的一个价值 副市长罗达森期待湾市38BOT案 能够成为公有市场用地开发的代表 而市府也会持续推动其他公有市场用地BOT案 借由民间投资新建公务建设 来带动高雄的整体发展 很荣幸也很高兴 能够邀请到这样子企业来参与我们BOT的案子 那其实除了今天的这个开发案之外 其实我们高雄市政府也积极评估各区 我们高雄市各区 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设施发展 配合整个区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带动 我们也在评估 怎么样利用这个不同的土地的价值 以及结合相关的企业来开发 让我们的地方的这个各项建设能够加速来推动 总投资金额会超过7亿元 并且可以带动超过300名的这个在地的就业 我想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停车的空间 以及呢相关美食生活的服务 不仅是服务周边的这个里民居民 我想也可以让我们周边最大的邻居 荣总有一个更好的合作伙伴 金发局表示 湾市三八BOT案将是一栋地下两层 及地上六层的建筑物 除了规划停车场输解当地停车需求 也会引进多家商业品牌 来满足荣总周边居民的生活购物及油气休闲 期盼打造成为高雄最具指标性的复合式购物商场